首先一起来看美国总统的初选又有最新消息了 当地时间28号 美国伊利诺州的法官援引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 裁定前总统川普因为涉入2021年国会暴动事件 所以他没有资格参加州内的总统初选 好 伊利诺州的这项决定是继科普拉多州和缅因州之后 全美第三个将川普从初选选票当中除名的州政府 好 不过由于川普的团队已经就科州的案件 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因此最高法院判决结果出炉之前 所有其他地方州的相关禁令都将暂停实施 那值得注意的是 科罗拉多州即将在下礼拜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 举行初选了 最高法院就很可能在这之前做出决定 那以目前审理的情况来看 似乎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大法官 都倾向推翻科州的决定 也就是认为州政府不应该擅自决定 谁可以参选美国总统 好 与此同时川普还有另外一项司法胜利 那就是最高法院28号也决定了 将在4月22号开庭 审理川普是否享有 免于被刑事起诉的总统豁免权 好 这一导致原定在3月4号 将展开的推翻大选结果一案被延获审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指出了 姑且不说川普最后究竟能不能获得这个豁免权 光是拖延司法审判的进度 尽可能避免在11月的大选之前被定罪 就是川普的一大胜利了 好 再来我们把镜头转到南韩 来看到南韩医生的罢工风波 延收超过一周了 截至昨天下午就有大约1万名的实习住院医师 提交辞职 占总数超过了8成 严重影响到了医院的量能 为此和政府态度很强硬 先前就祭出了最后通牒 也就是在29号 今天把它定为是医生结束罢工 回归工作岗位的底线日期 一旦超过了今天没有复工 政府就会来研拟名单 派人前往住处 通报强制执行业务 甚至吊销他们的医师执照 首尔党局和各大医院 今天也再度呼吁了 最后一天了 要医生尽快回到医院来 好 不过专家认为 虽然政府把2月29号 2月的最后一天定为是底线日期 但明天就是南韩国庆的三一连假了 接着还有周休两天 所以真正的期限 应该可以算是3月3号礼拜天 只是目前虽然有医生是陆续回港 但也只有300多人左右 后续这罢工的八九千人 是否会退让也值得继续关注 好 最后我们放松一下心情来看看 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都有注意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就是4年才会碰到一次的2月29号 这一天生日的人真的是很特别也很少见 但是美国有一对夫妻 就是画面上看到的 他们的两个女儿 居然都在2月29号出生 他们分别是今年12岁的爱丽安娜 和8岁的伊芙琳 今年他们终于是不用选在最靠近生日的周末 来庆生了 回想到8年前 二女儿伊芙琳的预产期 其实本来是2月19号 但后来一直拖到28号母亲才领盆准备生产 那可能老天真的是有特别安排过 就这样子 小孩最后在2月29号才出生 妈妈回忆当年真的是忙着生小孩 完全没有意识到又生了一位229宝宝 简直就跟了重乐透一样 那事实上全球大约是有500万人 是在2月29号生日的 就这么巧 一个家庭居然出现了两姐妹 相差4岁同一天生 这个几率简直是小到不能再小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国际推播 请订阅按赞分享 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